自靖康以来 老夫隋驾四在 从怀上仓皇 到南阳强力 再到旧都心腹 亲眼见国家城中心之气象 心中早有成见 那就是国家非经上不能安 陈公府继续昂然言道 而经上以天下九州万全为本 以两河为念 执意北伐 我等虽有些杂念 却知道这种大事上若不能改变官家心意 便该格安其职 做些实事 也劝诸位能救世论事 若官家有不妥 武臣有跋扈 该敬见敬见 该谈和谈和 却不要妄图动摇全局 更不要用什么鬼欲手段 挑起党争 否则 既是误国误民 亦是自寻死路 言罢 陈公府直接转身而去 倒是剩下许多人意识失色 隔了许久 李光芳才苦笑叹气 你们快点点赞点关注 这陈公府 还是这般肆意 倒显得我们都是出于私心一般 刘大中也摇头不止 其实他这话说了半日 不还是官家一意公行 扯不住的意思吗 负有人感叹摇头 天子 天子 怪不得昨日官家一怒 无人敢言 又有人在问 那还要不要推王布棠 与胡权一起弹劾曲端 李光一语而定 烦请各位看官 点点关注点点赞 曲端无礼 荒辈 还是要弹劾的 但老夫身为御史忠诚 却无需借他人之力 众人多汉首相对 却无人回应了 四月初八 御佛节 东京城内 十大寺庙中的九个 都在大肆庆祝 并大面积上演 慕连旧母 而与此同时 赵官家却在警复宫 看了一场新排演的 白蛇传 而随数日 这个新的剧目 很快在东京城内风行开来 却又因为严重影响到了 玉佛节的法事活动 引来了和尚们的强烈不满 最后 和尚们在东京城 少林四分四主持法和的 带领夏联明尚书 请求朝廷 停止这种污蔑佛门的剧目 因为根据他们的考证 白蛇传的故事 明显起源于 唐石洛阳巨蟒事件 而在那场事件中 明明是巨蟒想要协助 安禄山水曼洛阳 被高僧尚无谓制服 却不料以恶传恶 弄成了少林四高僧拆散人论 白蛇水曼少林四 最后法海高僧反遭报应 顿入谢父的荒唐巨墓 对此 赵九当即亲自批复 少林四为国为民 曾与朝廷困恶之时多有贡献 绝不许轻易污蔑 只是他亲自问了 写这巨墓之人 说是故事大略乃是来自于 五月官的道士 所以即刻这五月官道士 出来与法盒做出解释 随即 五月官官主亲自出面与法盒解释 先说此白蛇非唐士巨蟒 乃是离山老母徒弟云云 又说剧中东京开药店的 许轩也有其人 乃是人宗朝人士 精灵持狱与戒散这些事情 都是许轩的姐夫亲自 讲给他师父的 当然了 他师父是活了一百岁的 去年羽化登仙 最后还说 少林四大的高僧降服蛇妖 又是许轩化缘建塔 镇压蛇妖 自然功德无量 本是好事 至于为何最后 许轩儿子祭塔救母成功 法海高僧顿逃五千里 只能狼狈逃入江南谢富狗言残喘 却是因为离山老母法力无边 他的徒弟白素贞因为许轩身死 一招没了牵挂 本就胜过少林四高僧的缘故 正所谓我佛法力无边 法盒当然不接受这个解释 于是双方拟赖我网 整日辩论 这个说我佛掌中三千世界 那个说道祖子气东来三万里 引来无数谈资 但是法盒和城中诸四的和尚们之趣 只去巡武乐观的道士们算账 却不代表其他人之趣 而且一场剧目 无足轻重 和尚们也只是找存在的而已 本是场笑话 与之相比 一些朝廷方略便不可如此轻忽了 譬如说 玉佛节后 赵官家这几日枯作宫中 关于那日乐台之事 却是收到了不少奏书 而这些奏书 大略分来 却又能分成三类 当先一类自然是李光等建官所上 他们主要是建言官家和弹劾曲端 无非是让赵官家保持人均之态 少向月台那日那般师态 同时曲端恶义抹黑贤达 其中 范仲淹的后人小范统治 韩契后人的梅花韩氏 也都纷纷上书 请求朝廷还自家祖上清誉 这倒也罢了 但后两类就有意思了 一类以都省相共照顶 副相刘吉 兵部上书胡适江 红炉四清宅汝文为代表 这群人各自上书 详细阐述了西夏从五代十国时的崛起历程 讲述了核桃地区番话的过程与现状 直言西夏立国并非侥幸 反而是想要侥幸图谋西夏的话 只会损兵折将 使真正的北伐无端受挫 另一类 则以淑密使张骏 淑密复使陈规 刑部上书王树 御营齐军都统去端 副都统留以 副都统李氏府为首 上书可供西夏以自肥 则御营齐军缺马一世不攻自破 这两份意见 看法几乎相反的奏书 当时让赵官家陷入疑难 更是有上火的趋势 须知道 赵九在被骑军缺马的事情逼到墙角以后 是动过先灭西夏这个念头的 但是问题在于 按照眼下的情报来看 李前顺并不是个废物 而西夏即便在楼市手下丢了三万七 却依旧保有足够占领 似乎并不是一个软柿子 于是乎 赵九干脆把两拨人叫到了文德殿 当众让他们辩论 但这两拨人在殿上的辩论 跟城中辅导两家的辩论一样 很快陷入到了死循环 事情是这样的 赵鼎这帮人认为 国朝一百年都打不下西夏 内想这次急于求成也必然不成 而一旦不成就会使得大局受挫 得不偿失 而张俊那些人认为 此一时彼一时 经过与惊人作战的魔力 军队战力根本不是之前一百年能比的 所以是有很大成功概率的 陈归尤其提出 以如今火药包的密封性和威力 只要大军压到灵州城前 不用起炮 便能即刻破城 然而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就眼下来说 战力这种虚浮的指标也没法量化 除非亲自去摸一次西夏 才能验证双方谁对谁错 但是问题也就来了 一旦验证错了 那就是个得不偿失的结果 甚至很有可能将目前谨慎中立的西夏 整个推到金人那里去 而西夏一旦与金人联合 考虑到延安上在金人手中 那么金夏在北面连成一片 会对关中方向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 到时候不要说战马了 怕是想渡河入河东都南 一句话 实践虽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可这次的实践成本太高了 高到要赌上宋经大局的份上 谁也不可能凭几个大臣的言语便做出决断 故此 这件事情很快就陷入到了僵局 但很快 打破僵局的事情就来了 4月下旬 牧连旧母和白蛇传还在东京城如火如荼 新上市的水果 各店酿造的新酒刚刚上市 就在东京城的活力随着这次季节变换 更上一个台阶的时候 今使巫灵打赞摩变再度来到了东京城 而与之随行的 还有之前被年罕扣留在大明府 近大半年的梅花寒是当家人 前史节寒消重 非指如此 包括曾被完颜年罕强占的顺德地基赵英洛 被吴奇买长子普鲁虎那为妾的 加德地基赵玉盘 被塔兰那为妾的荣德地基赵金奴 被年罕长子涉野马那为妾的 寻德地基赵附金 被雾竹奈切的怡伏地基赵圆珠 被俄关雾竹六地内切的宁伏地基赵串珠 以及此时在吴奇买宫中的柔伏地基赵多府 数量多达百余人的被掠宗女 贵女 明女 也被一并带回 这应该是燕京城内的所有能在 金国达官贵人府中找的靖康中被掳女子了 赵九没有理由不许这些人回来 也没有理由拒绝送这些人回来的乌灵达赞摩 而乌灵达赞摩进入东京之后 一个消息很快便随着这些被掠宗女 明女的安智与宋环传播开来 金国想要议和 而且愿意先行无条件 交还二圣与诸皇子以下所有被掠皇亲贵族 皇妃宗女 以示诚意 便是二圣与诸皇子 议和成事之后 也可即日放归 然后仿照辽国 约为兄弟 对此尚不知情的礼部与之匆匆接触以后 乌灵达赞摩不但上来主动说了这个消息 还进一步表示 新的大惊天眷皇帝 愿意与大宋签订密约 废除称帝的刘狱 以此达成两国合约 消息转入兜省 帝国的精英们几乎是瞬间议会 此时直接说废除刘狱地位 那就意味着京东树郡是完全可以谈的 这次议和 北面是真的有天大的诚意 于是乎 朝廷内外 民间上下 几乎是一起动摇 当然 消息传到宫中 尚未来得及去接见韩潇宙宇 那些地基的赵官家不出意外 立即陷入到了无能狂怒之中 什么西夏 什么骑军 此时哪里还能顾得上这些